自天舟6号任务以来,货运飞船的发射频率从一年两艘调整为两年三艘 为何要进行这样的调整? 航天员的载轨生活又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? 让我们为你详细解答 在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与建造阶段 货运飞船在承担物资补给任务的同时 还承担着辅助空间站建造的任务 建造阶段物资运输需求较大 安排了天舟2号至天舟5号货运飞船实施补给 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后 经过建造阶段的运营实践 工程对空间站组合体资轨控推进器的消耗管理日益精细 空间站再生式环控生保系统稳定运行 水、氧气等资源再生闭合度很高 承组生活保障消耗、平台消耗以及被品被件等模型越来越精准 能够做到精准补货 从天舟6号起设计了一个改进型货舱 减少一层推进器补加住箱 扩大了密封货舱容积 使装载空间增加约24% 装载质量提高约22% 天舟货运飞船的单次运载量得到了提升 目前看两年三艘能够满足常规物资的补给需要 天舟货运飞船发射频次的调整 是空间站物资补给管理提制增效的结果 随着补给效能的不断提升和运输任务的变化 后续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还有可能做进一步调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